在美中关系被认为已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之际,美国或会迎来一位不同党籍的新总统。 如果前副总统拜登最终入驻白宫,中国问题被认为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挑战之一。 政治观察人士称,拜登可能会延续对华强硬立场,但或会更多的重视与美国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 美中两国关系近年来严重恶化,美国除在科技和贸易等领域接连出台一些严厉的制裁措施外。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台湾问题上,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更是令两国关系处于近乎剑拔弩张的严重对峙状态。 拜登从政长达40多年之久,是美国最为资深的政坛人士之一。 他今年初在竞选期间的一些民主党辩论会上说,他与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当时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 竞选期间,拜登和特朗普几乎在所有的政策议题上严重分歧,但在中国问题上,两人的观点被认为相对一致。 在具体将如何处理中国问题方面,拜登到目前为止尚未详细透露将采取哪些措施。 他在慎选演讲中几乎没提外交政策,其政府过渡网站所列出的目前要面对的首要议题有新冠病毒、经济复苏、种族平等和气候变化。 对外政策或中国问题尚未列在其中。 但在另一方面,拜登团队在其竞选官网的一篇有关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文章中说, 拜登上任后的第一年内将召集一次全球民主国家领导人峰会,拟定一项共同的议程来应对民主价值观所面临的挑战。 文章几次提到中国,呼吁说,美国必须团结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反击卑鄙的经济行为。 拜登还曾在去年7月就其外交政策做过一次全面阐述,呼吁对多边外交做出新的承诺。 他说,迎接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由朋友和伙伴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中心主任布拉德·鲍曼说, 根据他对拜登理念的了解,他预计,拜登会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抵御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但同时会更加注重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 他说,在总统这一层面将会更加珍视盟国可以做出的贡献。 他还表示,大部分亚太国家都对美国在该地区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欢迎,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屈服于北京的霸道。 如果美国是和盟国一起,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中印边界、香港或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表达不满,就会有效得多。 上海负担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丽说,预计由拜登主导的白宫,未来在中国新疆、香港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对中国施加更多压力。 他对记者说,拜登在利用多边规则方面可能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更多矛盾, 两国关系可能会回到奥巴马时代,就是使用多边规则让中国遵守国际法。 那么显然,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冲突会增加,因为中国肯定不愿意遵守你讲的这个规则。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也称不对拜登抱幻想,但同时也透露出仁谨慎地抱有一些希望。 英文《中国日报》在一篇提为两国关系可以重新启动的社论中说,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双方如何修补严重受损的两国关系。 《环球日报》在一篇报道中称,拜登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北京的正式反应自拜登上星期宣布顺选以来一直相对低调,习近平也没有像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那样向拜登公开表示祝贺。 观察人士认为,北京的结论似乎是,无论谁赢,中美关系恐难有根本性改善。 其实可以想象,大国关系中的矛盾绝对不是换上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妥善解决的。 最终,两国或许只能在不断的摩擦中找到新的平衡,独守一方互不干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